牛莫子已經說了 但是從監控視頻拍攝到的現場事故畫面來看 羅家進出事的時候 的確有一名小丑出現 難道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巧合? 小孩為什麼會喜歡小丑? 是因為小丑很快樂 同時也為他們帶來快樂 這一點很多小孩的父母都沒辦法做到 所以正常的小孩都喜歡小丑 但是羅家進顯然不屬於這個範疇 陸語情掩咬頭跟著說 沒錯,如果將善文講述的沒有偏差 那個小孩的確確和同靈人相比截然不同 事實上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連很多成年人都沒辦法做到 但是一個五歲的小孩就做到了 那麼那個小孩看到的 不是小丑的表現 而是小丑的內心 因此這個小孩不會被小丑的虛假所吸引到的 我深深地吸一口氣 所以羅家駿不會因為見到馬路對面的小丑而衝出馬路 陸語情意味深長地說 不是,羅家駿衝出馬路應該是被小丑吸引的 我們的分歧點其實就是出現在這裡了 張善文提及到的那個小孩未必就是羅家駿 我和蘇錦都大蟹驚 看到六泥村的是另外一個弟弟? 陸語情表情堅定地說 是啊,理智、西利、尖銳 這些才是張善文描述當中那個小孩的性格特點 而羅家駿並不具備 他會因為自己的父親沒有按時過來而在哭鬧 他的母親怎樣勸都勸不聽 以及最後衝出馬路 那你就不難看得出這個小孩任性 嬌種還有些叛逆 蘇錦慢慢地張開口 這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性格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我搶場地坦一口氣 唉,張善文看到羅家駿的相片之後 也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 應該是時間太長,他沒有辦法判斷 是我沒有客觀地分析案情了 陸語情問了 23年前的那場生日會當中 除了羅家駿之外還有其他小孩嗎? 蘇錦即時拿出生日會的合照跟著說 又說羅昌平說過當時邀請了羅家駿 同班的所有同學 一共33人 我重新打起精神 指著相片說 張善文唯一能夠確定的 就是那個小孩是個男子 參加生日會的男子 除了羅家駿之外一共11個人 那個小孩應該就在其中 至少我們縮小了排查範圍 派出警員對相片上的小孩逐個逐個調查 一定要找到那些小孩出來 他極有可能是整個案件的關鍵 很興奮和期待 只是持續了兩天時間 蘇錦親自帶著警員對相片當中的所有男子 進行了詳細全面的調查 曾經的小孩現在都已經長大成癮 但是就沒有哪一個承認自己在23年前的那場派對上面 和小丑交流過 其中有幾個根本上都不記得那件事 我們連夜對這11個人的檔案進行了分析 最終得出的結論都令人大失所望 這些人從事不同的職業 從履歷和檔案上分析 和張善文描述的那個小孩相去甚遠 在生日會上面還有第12個小孩 但是蘇錦說他詢問過當時參加過生日會的人 都記不清楚有這樣的男子出現 我們好像在找一個幽靈 一個只有5歲的幽靈 我又是一夜沒睡 我拉開窗簾看著那個反白的天際 案件到現在仍然一點進展都沒有 好像所有的一切都不在我們掌控當中 渍微微的專訪稿發出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是血穴也沒有聯繫過我 血穴向我們傳遞了某種訊息 但是我們始終沒有辦法從案件當中 找到這個訊息的內容 而我爸對血穴的側寫就表明 血穴有別於其他殺人狂 他是沒有冷靜期的 那就意味著血穴隨時都會再次犯案 我的職責是阻止罪惡 但是現在我就有一種無能為力的無奈 急速的敲門聲打斷了我的沉思 我回頭看了眼疲倦的孟沉 他對眼充滿著血 以及他兩個很明顯的黑眼圈 可以看得出他日以繼夜地工作 孟沉的傷勢還未傳遇 但是我從他眼裡見到興奮 誒誒 數據庫匹配到從死者陸泥村面上提取到的指紋 我和蘇錦還有陸雨晴全部都呆在這裡 這個消息無疑對我們說太重要了 我即時問 身份確定了沒有 確定了 誰的指紋 桑影童 女 三十五歲 所有的疲勞和消沉 瞬間一掃而兇 逍遙發外十幾年的兇手 終於露出了破綻 本集播講完畢 歡迎大家到微博KK金剛故事 留言反貴 我們下集再講 第五卷 第二十七章 我和大批警力前往了桑影童的家實施觸部工作 在車上 我看到了桑影童的檔案 他是一名攝影師 未婚 獨居 資料中顯示 桑影童性格孤僻 不善與人交流 大部分時間用於拍攝之上 從這些資料上分析 不論是性別還是年齡 以及心理特徵 都與我們追捕的血液極為相似 等我們來到桑影童的家時 就撲了個胸 桑影童並不在家 我用手插插門口的圓關 畫出了一道清晰的印記 可以看得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搞過維生 我環顧一下桑影童的家 陳設和家具都很簡單 牆壁上面掛滿了他所拍攝的相片 家裡所有的物品都擺放得井井有條 一個警員過來說 巡隊 派往桑影童工作地方的警員匯報 桑影童已經在兩個星期之前 沒有跟任何人聯繫過 我問 消失了兩個星期 就沒有人察覺到疑樣? 警員說 桑影童是職業攝影師 主要是向報紙、雜誌及其他刊物 提供攝影稿件 他的職業自由性很大 經常愛出拍攝 我低下的頭想一會兒 自然自語地說 兩個星期之前 這個時候正好在六泥村接到演出委託的時間 難道行空之後就潛逃? 蘇錦在我室走出來對著我們說 護照及身份證都在 在櫃桶發現了錢包 裡面有數額不小的現金 從現場環境來看 不只畏聚潛逃 桑影童是攝影記者 他出現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引起別人注意 血液屬於潛行者 他先跟蹤目標了解情況 在這一點上 桑影童顯然就契合了這一點 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職業跟蹤受害者 竟然在衣帽間那裏對他出來跟我說 盡隊啊,你過來一下 走到衣帽間 我們看到一個梳妝桌 上面擺放了一支唇膏 我拿出六泥村絲鉗相片對比 畫在死者面上的紅色 和口紅的顏色完全一致 竟然赤了一盒 有明顯塌陷的BB箱跟著說 這日BB箱在短時間裏面大量使用過 陸雨晴大黑一驚 他來回注視著梳妝桌上面的唇膏和BB箱 空手是用BB箱在死者面上塗抹成白色 難道...難道真的是他? 外面傳來了猛沉急速的聲音 聞聞聞聞 聲音是在浴室那邊傳過來 我們過去的時候 裏面被魯米諾幽藍色的光籠罩住 盲沉的手指正指向著浴缸 景刻之間我們即時都被震驚住 浴缸裏面佈滿著大大小小的螢光痕跡 魯米諾的燈光能夠檢測出血液殘留 就算抹得再乾淨也好 也都可以被檢測出來 從眼前的螢光反映程度來看 這個浴缸曾經匯集過大量的血液 而且在四周浴室磚牆上面 還有血跡飛沉的痕跡 監證科從磁磚的納磁那裡成功提出了血液殘留 現場化驗的結果令所有人都大為震驚 化驗證實提取到他的血液屬於陸泥村 陸雨晨舔舔我嘴唇 這是第一案發現場 陸泥村就在這裡被斬首的 然後在浴缸那裡把血放乾淨 蘇錦低聲地在我耳邊說 我們找到了血液了 我能夠聽得出他的聲音當中 有種難以抑制的激動 陸雨晨即時將桑英彤的相片 交給旁邊的警員 下達對桑英彤的通緝令 請求各級公安機關協同追捕 一旦發現桑英彤的下落即時逮捕 等等 我同樣也很激動 血液對於我來說 不單是一個變態兇手 他還要殺害我父親的兇手 所以我被任何人都要痛恨血液 但是興奮和激動 並沒有持續太長的時間 或者因為接觸的怪物太多 我已經習慣了令到自己 好像景城一樣處遍北京 時刻保持著冷靜 我長時間幻視著房間裡掛滿的相片 不妥 陸雨晨焦急地問 有什麼不妥 桑英彤同樣有作案時間 而且還是他家中發現了六泥磚遇害的第一案發現場 還有什麼地方是不妥的 你們看看牆上的相片 蘇錦的聲音很迫切地說 你想說什麼 相片下面有時間 這些相片是桑英彤在不同時期拍攝的相片 能夠被他掛在家裡的 想來這些相片就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作品 我指著那些相片說 桑英彤拍攝風格很捨義 風景和人物都有 拍攝的手法、構圖以及曝光都很純熟 相片是一個攝影師內心的寫照 所以長時間從事攝影的人 都會在相片當中反映出自己特有的審美、心境 這個文化底魂 桑英彤拍攝照片光線明亮 景色優美、人物存實 很多相片都是隨意地觸拍 可以看得出桑英彤無時無刻地在發現身邊的美好 而且通過相片將那些稍重即逝的瞬間變成永恆 我繼續低聲地說 血穴認為自己是光明天使 他在懲罰罪惡 這樣血穴的眼裡能夠看到的只有罪惡 所有的美好都被他視若無睹 血穴是沒辦法拍出這樣的相片的 蘇錦和陸雨晴大喜一驚 你…你是想說桑英彤不是血穴? 我下意識地吞口水 我的喉結動動幾下 接著說 牆上的相片從時間跨度來說長達二十幾年 但是仔細留意相片的主題你就不難發現 唯一的改變就是桑英彤不斷提升的攝影技巧 但是相片的風格和主題並未發生過改變 他一直在追求捕捉生活當中的美 這樣反映出桑英彤的心理行為 他與血穴截然相反 他亦不斷在改變 但是血穴就是更加黑暗和混沌 血穴崇尚既是死亡 這樣他能夠看到的只有黑暗 血穴絕對不是桑英彤 蘇錦說了 變態殺人狂都有兩面性 他所展示出來的和真實的自己 或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極端呢? 陸雨晴說了 從目前掌握的線索來看 血穴有身份認知障礙 這種在精神疾病當中屬於人格分裂範疇 血穴分不清楚現實和虛幻 那就有可能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 而桑英彤就是血穴在現實當中的狀態 我斬釘截鐵地說了 海撒不會找一個人格分裂的瘋子 做自己的門徒 為甚麼? 他們異口同聲地問 我態度堅決地說了 海撒需要能夠傳承邪惡理念的門徒 而不是那種單純的殺戮變態 人格分裂的變態連自己的行為都沒辦法控制 又怎能夠延續海撒的使命呢? 血穴固然有兩面性 但絕對不是桑英彤 而且它也不符合血穴的畫像側寫 對血穴的側寫指出 血穴的年紀在30到35歲之間 未婚而且獨居 這些跟桑英彤都完全吻合 我指著牆上的相片說了 吻合這些的大把人 我們不能以偏概全 側寫分析血穴性格內斂 謹慎沉穩 善於自我控制 說明血穴很理性 但理性的人就拍不出這樣的照片 只有感性的人才會發現到生活當中無處不在的美好 蘇錦掩握頭 這樣說起來的確有問題 而且側寫裡面也指出 血穴的工作能夠為它帶來一定範圍裡面的權力 而這種權力具有權威和公信力 因此血穴應該是一名從事文職人員的公務員 但是桑英彤就是一名攝影記者 我繼續說下去 血穴契約是血穴採用不錄的方式寫下的 這樣說明血穴長時間接觸 和法律相關的事情 桑英彤顯然不滿足這個特質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年齡也是錯的 陸玉晴說了 秦教授對血穴的側寫指出 在三十到三十五歲之間 沒錯 我神情形重地低聲說 我爸爸不是神 他也會有犯錯的時候 對於血穴的年齡則寫就是錯誤的 血穴犯案有五年時間 蕭聲匿跡職十幾年 嫁起來一共二十年 但是桑英彤現在剛剛好三十五歲 難道他十歲就開始犯案了嗎 秦教授對血穴的側寫 完成在血穴契約之後 三十到三十五歲這個年齡階段 是針對當時的血穴 我跟著說了 更加能夠說明桑英彤就不是血穴 如果血穴當時在這個年齡階段的話 這樣現在的話已經經歷了十幾年 血穴應該現在有五十幾歲才對 這個顯然和桑英彤的年齡不符 那你這樣說又真的對 我繼續對他們說了 當年警方追捕血穴長達五年 就是因為血穴滴水不流 警方沒辦法從凶案現場上面 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才對他觸手無策 但是在血穴契約結束之後 第一起凶案當中 血穴就更不小心留下的指紋 而且還要在這麼明顯的位置 我們一直推測血穴是一個警察 這樣血穴就應該很清楚 警方辦案的流程 那枚指紋很快就會在 私檢過程當中被發現 你們認為血穴會這麼大意嗎 陸雨晴震驚無筆地說 他…他是故意留下的 蘇錦仿然大應地說 他的目的是為了引我們來這裡 我心吸一口氣跟著說 確實說是讓我們知道 喪影童 他不是血穴而是下一個受害者 蘇錦的嘴角動動幾下 喪…喪影童已經失蹤兩周 血穴在喪影童家殺害六泥村 那即是說喪影童同樣都是空多吉小 我默默地在心裡嘆一口氣 我重新環顧四周 血穴引我們來這裡 就為了叫我們找到喪影童 喪影童的下落就隱藏在房間當中 本集播講完畢 歡迎大家到微博KK金剛故事 留言反跪 我們下集再說 第五卷 第28章 我叫警員重新搜索旁巾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應該搜什麼出來 血穴在六泥村面上留下喪影童的指紋 目的就是引我們來這裡 他的行為具有延續性 好像尋寶遊戲一樣 我猜血穴一定會留下一條線索 果不其然 很快趣一名竟然在書架上發現了一處空拳 從留下的印記來看 是一本想冊在書架上拿走了 通過印記的深淺判斷 第二次的時間是兩周左右 這個時候 陸雨晴指著客廳茶几上面 一本擺放在正中間的想冊 很明顯和房間主人簡潔整齊的風格 完全不符合 我拿起想冊 對比著想架的空缺 大小剛剛好 血穴從中拿出相片 然後又留在茶几 分明是故意留給我們的 翻開上冊 發現裡面全部都是膠片上片 不理是拍攝手法還是技巧以及光線的運用 都顯得很自亂 而且時間很久遠 應該是桑影和很早之前的作品 唯一不變的就是拍攝的風格 捕捉那些生活當中稍縱即逝的美好瞬間 一直都是作品的主題 當我潛到一月的時候 我突然停住 我的目光定格在一張風景照上面 那張是一張夕陽下面的海灘 金黃色成一相片的主題色調 白色的海鷗點綴在那片金黃色的天空當中 在那裡展翅翁牆 沙灘特別鬆軟濕潤 海浪靜靜地湧過來又靜靜地退去 沙灘上面依稀地有著數點的模糊人影 有些互相追逐 有些切切私語 都在享受著美好的時光 參枝不齊的岩石 好像一隻奇異的手 岩浩捉住了消失在海平面上的樂日 這張相片柔和優美 好像能夠令人身陷其境 感受得到沙灘的寧靜 只是左上角那一抹紅色破壞了整張相片的異境 我們對於這個圖案再熟悉不過 只不過這個圖案之前是出現在血腥的空案現場 現在光明天使的文章就放在畫面的照片上 我舉起相片心急如焚地大聲詢問住房間裡的警員 誰知道這個地方 這張相片就是血月想要我們找到的東西 光明天使的文章代表著審判和懲罰 但是血月就賦予了這個文章另外一層含義 就是死亡 橫沉指著相片的地方說 我知道 這個是勝利燈塔 是高港灣的地標 我去那邊旅遊過 相片拍攝的位置應該是燈塔對岸的海灘 我即時叫蘇錦派出警力對高港灣重用戒嚴管制 而且立即開車趕去那裡 等我們到了高港灣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中午 現場的撼拆警員找到了相片拍攝的地點 我重新拿出相片來核對 造型奇異的焦石就呈現在我們眼前 我原本已經做好了一對死亡的準備 但是除了陽光、空氣和海風之外 什麼都沒有 蘇錦不斷地調整視覺 直至到站的位置和相片取景的位置一致 他反覆地對比之後發現 桑瑹和相片結構的主題是那幾塊焦石 我們圍繞焦石走了一圈 聽到陸雨晴大聲地叫我們過去 當我們跑到陸雨晴身邊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詫異地呆在那裡 蘇錦和陸雨晴他們的表情都沒有 沒有辦法抑制驚喜和驗善 他們好像瞬間忘記了來這裡的目的 我估計任何個女孩看到眼前的東西 都會跟他們一樣 童話裡面的公主總是會遇到自己心儀的白馬王子 不管經歷再多的苦難 最終都會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好像所有的童話都是這樣千篇一律 也正如每一位公主都有一座城堡 我估計在每一個女孩的心目當中 都會有一座承載著幸福和甜蜜的城堡 就正如現在的蘇錦和陸雨晴他們 他們的視線完全沒有辦法從眼前的東西上移開 穿過礁石在陽光笼窄的沙灘上面 聳立著一座城堡 但是跟我想像當中的不一樣 我並沒有看到暗綠色的藤蔓爬滿了灰色的城牆 只是看到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在海風的吹佛下面不斷地搖曳 細利如斯的白色是這麼輕盈 花瓣上的神露好像水晶一樣 在明媚的陽光下面 自射出五彩的光芒 據說在城堡的花園當中 種下這些白色的牆眉是一種傳統 因為牆眉永遠都不會凋零 城堡自下而上 每一個建築、每一個線條、每一個花紋 都向上標著尖峰 所有的尖峰錯落有志 井然有罪 不過眼前的這座城堡 並沒有精美的石雕 也沒有奢華的裝飾 海灘在陽光的設施下面 發出金黃色的光芒 勾劃出了整座城堡紅衛壯麗的輪廓 這座是一座沙雕城堡 但是落在我的眼裡 就是一件令人震撼的藝術傑作 這個沙雕城堡 傲然獨立在海風當中 它傲視海水的潮起潮落 好像在等扣開城門的人的倒黎 沙雕城堡的金色令人向往 但是隱約看到沙雕城堡當中 有紅色的雲族 好像這座是經歷過戰火洗禮 被鮮血染紅的城堡 就在我萬分驚訝的時候 一名鑑證科的警員拿個相機過來拍照 我突然之間意識到什麼 但是還沒讓我開口 在陽光底下乾烈的沙雕城堡 空然倒塌 一隻手在殘魂敗雅的城堡當中露了出來 我們之前的震驚即時變成了驚恐 隨著城堡不斷倒垠 我們陸陸再經見樹在沙灘上人體的四肢 我豁由自主吞口水 這座是用人的肢體來做支柱砌成的沙雕城堡 警员在沙丢城堡四周围拉了警界线 经过清理之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桑影彤 不过他已经没了四肢 他躺在沙滩的下面 成为了城堡的地基 我估计陆雨晴和苏锦 再也不会对城堡有任何的向往 城堡这个词 会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当中 成为一个恐怖的近义词 桑影彤的尸体 被清理出来之后送去试检 到了晚刻 我从陆雨晴的手里面 接到了试检报告 陆雨晴指着自己的颈子 跟着说 一刀致命 手法干净利落 苏锦问 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 不超过72小时 我疑惑不解地说 桑影彤失踪了两个星期 为什么血月要选择在三日之前动手呢 陆雨晴忧心忡忡地说 血月不是普通的精神变态 他的智商应该很高 而且血月绝对不会是冲动性行空 所有的步骤以及过程 早已经在行空之前反复演练过无数次 直到确保滴水不流万无一失才会动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尸检的过程当中 从桑影彤的指甲里面发现了沙土 我听完之后一呆 我体响了陆雨晴 这个叫什么发现呢 桑影彤的尸体埋了沙滩那里 他的指甲里面发现沙土很正常啊 陆雨晴继续说了 沙土亦都分为很多种 按照资源的不同 可以分为河沙、海沙和山沙 我在桑影彤的指甲当中 发现了两种不同成分的沙土 其中一种表面圆滑 含有大量盐分的属于海沙 而另一种表面粗糙 火粒很多灵角 含沙量较高 这一类沙土属于山沙 苏感疑惑不解的问 即是说桑影彤同时接触过两种不同的沙土 难道他的尸体还在其他地方被掩埋过? 陆雨晴说了 我之前亦都是这样想的 直到后来我从山沙当中发现残留的血迹 你们可能永远都猜不到血迹是属于哪一个 我猛然之间一惊 血远? 桑影彤被袭击之后 和血迹发生过搏斗 在指甲上留下了血迹的血迹 不是,不是血迹的 苏感问了 那到底是谁的? 六泥村的 我和苏感都面面相随 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 什么? 在桑影彤的指甲里面 发现了六泥村的血迹 这个是什么回事? 陆雨晴坐下来 郑重其是这样说了 六泥村死了之后被放血 我之前的推断 是血远为了减轻六泥村尸体的重量 这样方便搬运的时候 不留下痕跡 现在看来我这个推测是有偏差的 我问了 血远放六泥村的血 还有其他意图? 好 桑影彤的家 是六泥村遇害的第一案发现场 监政科那边已经证实 浴缸曾经用来储存过大量的血液 血远放干了六泥村的鲜血 但是并不是把它全部倒掉而是存放起身 我大吓一惊了 血远存放六泥村的血拿来干什么? 陆雨晴反问了 我们在海滩上面发现的空岸现场 最奇特的地方就是这个沙雕城堡 你们有没有想过 沙雕城堡是哪一个契架? 当然是血远 我回答到一半的时候 我即时停下 我跟着说 沙雕城堡的建构者很有艺术性 而且制造得洪卫壮丽 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 对齐沙雕城堡的人 应该经常是这样做 所以才会那么纯熟 但是血远并不具备这个能力 陆雨晴将一本想册递到我们面前 这个是警员在桑影桶的家里找到的 翻开想册 里面的相片 竟然全部都用沙砌成的不同形式的城堡 而站在城堡旁边的竟然是桑影桶 陆雨晴说 竟然在调查中证实 桑影桶除了摄影之外 最大的爱好就是砌沙雕城堡 而且他在这方面很有天赋 蘇敢瞪大眼 空岸现场的沙雕城堡是桑影桶的? 没可能啊 沙雕城堡明明是他死了之后才完成的 陆雨晴重新指着案发现场的相片 桑影桶在两周之前就失踪 意味着他被血液控制已经有两个星期 但是他可以在三日之前先被杀害 血液流他的命是有原因的 这座沙雕城堡就是桑影桶未死的原因 我不由自主地咬咬咬嘴了 沙雕城堡是血液砌的? 蘇敢在一片亡言 但是血液根本上都不懂砌沙雕城堡 我深深吸一口气跟着说 光明是者在希腊语当中 意味着吸收和学习 血液通过行空来获取力量 同时血液也在吸收受害者的能力 血液流桑影同条命 就是为了叫他教自己完成一座沙雕城堡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大家到微博KK金刚故事 留言反贵 我们下集再讲 第五卷第二十九章 蘇敢的表情很惊讶 血液谋杀沙英童和沙雕堡有关? 陆雨晴不方不亡地说 监政科检查结果证实 在海边发现的凶案现场 那个沙雕城堡是用死者的四肢在之柱 再用沙土覆盖之后精心雕砌而成 普通制作沙雕的过程当中 为了增加沙的稳定性和牢固性 会加入黏合剂 令沙土充分黏合便于定型 但血液就用了另一种方法 什么办法? 他用血液 干了的血液具有一定程度的黏合性 而血液用死者的血液代替了黏合剂 所以我们才会见到沙雕城堡呈现血红色 蘇敢继续问 你还是没说明白 为什么桑英童的指甲里面发现了六泥串的血迹呢?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大致有点明白 我跟着说 简单的沙雕城堡每一个人都会齐 但是我们见到的那座沙雕城堡 就是相当纯属的技术 桑英童显然是这方面的专家 血液需要桑英童教会自己 所以血液才会选择在桑英童家里杀死六泥串 而且储存他的血液 目的就是让桑英童用这些血液和沙土做原料 手把手地教血液如何完成一座沙雕城堡 蘇敢访言大应 原来是这样 桑英童失踪的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血液的威逼之下 桑英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